嘿同学你好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29号的上午 最近的视频开头我经常会说 如果您对秋实的视频的内容和形式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您可以写在评论区 每一天评论我都会看 我挺相信咱们有句老话说的好 叫做听人劝吃饱饭 大家都是普通人 每个人的认知水平 都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我们的受教育程度 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每天看的书 以及我们收获的信息的这么一个局限性 所以通过视频通过互联网 能够跟价值观相同的人 在千里之外互通有无 交换些想法 这是很有必要的 这两天也收获了很多 非常有意有建设性的一些评论和建议 有朋友说秋实 我还是喜欢你能够相对来说 比较轻松自由活泼 有趣幽默的方式 咱们来沟通 不用那么一本正经 也有朋友说秋实 我感觉你吧 还是说教的意味有点重 总有点高高在上 在教育别人的感觉 好的 这些建议我都会听 说到高高在上教育别人 你看现在到了八月底 九月初 每年的这个时候 央视都会做一档节目 叫做开学第一课 有的地方的中小学 甚至要求家长 必须组织家里的孩子来观看 还得拍照片 拍视频 发给老师 证明你确实看了 现在很多中小学 都会干这种特别脑残的事 我在北京的时候 有个家长跟我说 你知道我们学校老师 布置个多么缺心眼的工作 一个作业吗 要求孩子在十一国庆这天 去北京天安门广场 拍张照片 我跟天安门的合影 然后发给老师 你知道北京国庆假期 十一的时候 天安门那有多么的拥挤吗 你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堆在那儿 整个长安街是封锁的 进长安街还得刷身份证 还得翻包检查 然后老师就给你布置这种作业 不是秋实想要高高在上去教育谁 而是教育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家里面有多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我姑姑我妈都是老师出身 我自己也想要把自己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投入到教育工作当中 现在也做青少年的一些夏令营之类的 每次我组织这些夏令营游学团去到博物馆 就能看到这些老师们 带着中小学去参观博物馆 然后在那胡说八道 以前我说过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祖国 把美好的河山让给那帮傻逼 那么我们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孩子的教育 让给那群傻逼 让给那群人渣 就比如说开学第一课 这个节目之所以出圈 不就是因为当年央视著名的女主播是董卿吧 自己都跑到美国生了孩子 自己的孩子都加入了美国籍 然后在节目里面大言不惭的跟孩子们说 你看曾经哪位哪位小英雄 他看到国旗掉到水里了 于是他就跳到水里 把国旗捞上来 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去保护五星红旗 自己的孩子加入美国籍 让中国的孩子去用生命去保护五星国旗 你说这样的人不是人渣是什么 他们是伪君子吗 不 他们就是真小人 伪君子就是伪装的比较好的小人 对吧 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在教育行业 在传媒行业 在这个所谓的公共平台上 那些大马金刀挂着金牌的人 许多都是伪君子 真小人 我们举个例子 最近呢 谷爱玲有点翻车 谷爱玲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怼这帮小粉红 说我拿了这么多金牌 你们这帮黑子干了什么 黑子赵张纳税 你心情工作才养育出来了你这张金牌呀 两年前那些为谷爱玲摇旗呐喊 把谷爱玲当做民族英雄精神偶像的小粉红们 00后们现在反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小孩子们也都大学毕业了 也要进入职场了 要开始牛马的人生 遭受社会主义铁拳的毒打 才终于意识到 是自己所贡献的民纸民膏购买了那张金牌 六神雷雷写了一篇文章挺有意思 说这不就是一个甲方乙方的买卖合同吗 甲方就是中国政府负责出钱出资源 乙方就是国爱玲 他负责出力 乙方出钱乙方出力 搞出一个金牌为国争光 这里边跟中国老百姓所扮演的一个丙方 好像没关系呀 好像没关系 但问题是甲方哪来的钱呢 甲方用来购买金牌的钱 不都是丙方辛苦劳作所创造出来的呢 但是丙方现在 不在不但一辈子也不可能享受到 乙方国爱玲在美国交涉人意 九十肉铃的那种奢靡生活 甚至说不得碰不得 于是小年轻人们也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觉醒意识 说既然徐州封县铁链女脖子上的那条铁链 不能说不能碰 不能提问 不能质疑 说那个铁链跟我没有关系 那国爱玲脖子上的金牌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到中国年轻人的纳税人的意识稍稍有了一点点觉醒 在三十书头的时候我也挺喜欢宣扬这个纳税人的观念 我一定程度上想去唤醒中国人的纳税人的意识 那么这个意识唤醒以后其实还是不足够的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近代史看美国史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他们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叫做无选票不纳税 对不对 那么中国人有选票吗 没有 那么没有选票 你应不应该纳税呢 你有了纳税人的意识 却发现自己永远无法行使纳税人的权利 那你干嘛要履行纳税人的义务呢 关于纳税人的更多的话题 咱们以后再慢慢谈哈 谷爱玲是不是个优秀的人 这值得去探讨和玩味 最近我看到群里面很多人又吵起来又骂起来了 为什么 哎呀谷爱玲人家毕竟是有成绩 人家毕竟是有才能的 人家毕竟是捞到金了 获得了名和利的 那也有很多家长说 我能不能把女儿培养成像谷爱玲这样的人呢 我现在呢也比较关注女孩的教育 最近也在读这本书叫养育女孩 最近的新闻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 叫做铁头 就是在靖国神社撒尿那个人 干嘛把他和谷爱玲放在一起说呢 你稍等啊 铁头啊因为撒尿被抓了吗 没有 他是因为涉嫌呃敲诈勒索 跟杭州的某位这个网红卖金手似的 说我要曝光你 你如果你不给我钱 我曝光你 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 警方的通告显示 他曾经因为这个嫖娼被拘留过 曾经还因为参与了什么 经营赌场罪 非法拘禁罪遭受过刑事打击 你看看他的这个犯罪历程 这就是个社会边缘人呢 这就是个捞偏门的人呢 这是个挺有胆量的人呢 那么刑满释放以后 他想要在这个社会上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确实不容易 于是他把握住了一个机会 那就是互联网的发展 短视频的兴起 他去做网红 做了打假网红 我对于铁头这个人 我想说一点自己的评价 我不想去评价 他去经国神社那个事 如果他真的为了民族情感 去经国神社撒尿 刻字 那是他的权利 对吧 你去表达你的权利吗 你有本事 你去海参围表达你的权利也行 他曾经抗议 哎呀 我被中国互联网方杀了 我就给他建议 你可以去网信办门口撒尿嘛 你去表达你的权利就好 也曾经有台湾人 有韩国人 去经国神社门口去抗议 但是铁头显然不是为了真正的民族情谊 他是想继续捞篇门嘛 想继续炒热毒嘛 中国在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他非要去搞赌场 那同样 这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 他选择做网红 我并不鄙视网红 我觉得网红也是年轻人底层人 实现阶级跃迁的一个机会 我们没有资格去瞧不起那些 在快手上摇花手搞活的那些人 就好像改革开放之初 不有很多体制内的人瞧不起那些去滚大包的 去什么深圳导动电资表下海那些人 说人家不务正义嘛 但是市场经济的搞活 总是需要一些胆大心细的人走在最前面 而且铁头这种所谓打假网红能够出圈 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很混乱吗 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健康的 如果中国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的话 如果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 真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能的话 怎么会有铁头这种人这种打假网红存在的空间 怎么会有他们的营养和土壤 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横行 所以才会有他们 哪里有供给哪里就有需求 对不对那有人卖就有人买 那么古爱玲要卖金牌 中国政府要买一拍即合 这生意就做成了 中国市场上假货横行 老百姓需要有人来实行这个监督的职能 政府所饲养的电视台也好啊 或者说是官方媒体啊 他们不干正事 市场监管部门不履行他们的职责 他们你说寻私妄法有点夸张了 至少他们存在独职的嫌疑 才诞生的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像铁头这样子的打假网红 你也知道主流媒体的这些调查记者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铁头和古爱玲本质上是一种人 他们就是典型的投机分子 在哪能捞到好处 在哪能赚到钱 那我就在哪去 我就干什么 很多中国家长也只是看到了古爱玲 他赚到的利益 却没有看到他们的底层逻辑 那就是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 那和今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新闻 最近我们青岛特别热闹 青岛老出圈了 青岛什么天价大虾呢 那是以前的事 最近青岛两次上热搜 一个是青岛三甲医院的医生参与倒卖人体骨骼器官 对不对 又一件事 有河南的这个调查记者发现 藏在青岛一个破破烂烂的废弃的七配城里边 有一个女性的代孕机构 给女孩取卵子 先给女孩打上催卵针 女人一次也就那么一个卵子 打上催卵针能搞出好多个 然后三十多厘米的大长签子插进去取卵 这些女孩为什么要去卖自己的卵子 肯定是为了钱嘛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女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有多少女孩真的是被生活所迫 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要去卖自己的卵子呢 就好像几年前有多少女大学生要去拍裸照 搞那个什么裸带 不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礼崩乐坏 投机主义横行的社会吗 女孩被消费主义陷阱所枪害 这些女孩也一定是因为缺乏家庭的温暖 缺乏一个足够健康的成长环境 才愿意为了那么一点点钱 然后去干这种伤害自己身体 出卖自己器官的行为 社会如果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良善的道德底线 如果这些投机的人站在庙堂之上 受万众的景仰和爱戴 那么一定会形成一种群伏性的效应 因为有古爱玲 因为有像铁头这样子的投机分子 他们所示范出来的这个榜样效应 大家觉得只要我不择手段的赚到了名和利 那我就是应该被人景仰的 我就值得你被你们讨论 你看古爱玲不管怎么样 人家拿到金牌了 人家是滑雪的天才 那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的滑雪天才 你有这个时间去讨论古爱玲到底好不好 那还不如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些 有益身心健康的户外运动 还不如多拿出一点时间来陪陪自己的孩子 陪陪自己家的女孩 慢慢的去给他塑造一个健康的价值观 让他去体验世界的美好的同时 也去消灭这个消费主义世界 这个拜金主义思想对他的荼毒 佛教讲贪嗔痴 基督教讲七松罪 很多宗教都已经对人性的丑陋进行了一个很深刻的剖析 人在苦难当中通常都能熬过来 但人世间最严重的苦难 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诱惑 贫穷饥当然是人类的苦难 那些去卖卵子的女孩有多少是 有多少是真的因为家里边贫困的什么弟弟上学 迫于无奈被逼无奈才去卖卵子的 不是吧 绝大多数人走上邪路根本就不是因为贫穷饥饿 而是被欲望的趋势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不一定非要搞什么苦难教育 没苦硬吃 但是教育孩子不要投机倒把 不要去巧心钻营 教育孩子抵御住商品世界拜金主义的诱惑 才是最关键的 我给他们认识 你不在语言 你不在语言